今天吃什麼? 阿KING跟你想點它! 材料有很多 有3條臘腸 半條臘肉 400克糯米 洗乾淨 用清水浸1小時 還有冬菇 和蝦米 洗乾淨,然後用水浸軟 還有花生 雞蛋,1匙羹蒜 1匙羹薑 1匙羹蔥頭 還有芫荽和蔥 臘腸和臘肉 用滾水浸一浸 然後隔水蒸10分鐘 然後攤凍後 就可以切粒 煎蛋皮 下少許油 煎蛋皮 然後煎蛋皮 攤凍後 就可以把蛋皮切絲 當所有材料準備好了 我們看看 調味料 1匙羹生抽 1匙羹老抽 多加少許 用來賞色 1匙羹蠔油 半匙羹糖 再加 1匙羹 1匙羹的清水 不用放油 首先 煎臘肉 因為臘肉和臘腸 會出油 爆香臘肉和臘腸 爆香 香脆脆 就可以放入蝦米 放入蝦米 你聞到蝦米爆香 可以把1匙羹的薑汁 放入蝦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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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炒兩炒 就馬上整個蝦米的味道 都出來了 然後放冬菇 炒均勻後 可以把乾蔥頭 蒜蓉 一起放入蝦米 炒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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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不止 炒均勻 炒均勻 再放雞湯 也是一樣 逐時放 炒均勻 炒均勻 差不多乾身了 再放,慢慢炒 一定要炒至熟 炒至上下,有時按一按 發覺開始鬆軟了 可以放辣味 慢慢放,不要一次過倒進去 先放一點,然後炒均勻 再放 所以糯米飯和材料可以均勻 要給耐性,慢慢炒 炒均勻後,現在可以放調味 記住,調味要逐一點 先放一匙羹 因為不同的辣味,甜度和鹹度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一定要慢慢放 我們就是這樣,由兜底炒上 我們要試味 發覺味道夠了,就不要再加調味 哇,好香啊 現在再放些雞湯 滾了雞湯後,就關火 焗5分鐘 焗完之後 你會發現糯米飯 開始非常軟 很彈牙 我們就可以把芫草 把芫荽 和蔥都放進去 我們一樣,攪拌均勻 因為還有餘溫,很熱 我們就這樣攪拌均勻 就可以了 哇,真是香噴噴 我們加上我們的蛋皮 還有炸脆的花生 就大功告成了 這麼野味的糯米飯 你一定喜歡吃的 想知道我下次煮些嗎? 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跟朋友分享呀!